哎呀,这不法菜啊,董蛋 我盖个房子,爸妈挖出来穿奖包 看看能值多少钱吧 这是萧英浩,先看一下扁吃吧 看你这个扁吃啊,这都是怎的 还好我闲下人为强 这是啥情况啊 啥情况,我告诉你 我之前啊,我就是在外地打工的 爸妈前几天给我打个电话 活鸡活撩的说 咱家改房子挖出来的穿奖包 赶紧啊,给能递一块回来 我当时啥都没想 我也没给他递说 我自己,我坐个顺风车 你妈都回来了 连吃吃我都没吃啊 那开销真叫一个大 平常坐动车,可能还都是钱八块钱 我这一包车,这不担心 呀,花了好几钱 哎,我这说实话 我这可是真是发财了 老哥,是这样 我看你这啊,大部分都是光懂了熟字号 这个确实一百多年了,不佳 但是呢,你感觉它能值多少钱呢 能值多少钱 一百多年的冬赢了 这一个杂拓得值几十万 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吧 你看正面啊,是总化民国企业 据现在也确实一百多年了 然后下面呢,是量耗,音笔,光统生兆 看一下背面吧 背面的话呢,是影问 还有这个二世阿拉伯熟字嘛 意思就是量教的意思 光统生兆量耗啊,有这种熟字好 也有弄好 有啥时候啊,你这个可能达不到你的预期 为什么吧 因为光统人民啊,他有实用银豪的吸管 当时这个银豪啊,省材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且啊,这个银豪呢,含银量也不是太高 你这个是起年了 光统银豪呢,有好多年份 有月年,二年,三年,起年,八年,九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都有 因为它量大,它的价值不会太高 你这个频项啊,我都看了 然后看你这个都是啥年份的吧 这个是起年 这全部都是起年吗 你看看 这都是起年 这个也是起年 等于说五个起年 从这个春生量上来说啊 月年,二年,三年,起年 属于数量洗澡的,要贵一点 八年,九年,四年,十一年 属于相对扑通一点的 数量比较大,更便宜一点 你这个呢,你这应该是洗过 对,我转门洗几了,你不知道 挖出来的时候啊,那就一个扎所啊 上面都张铝骨子了 你所说的那个是铝锈 有些啥说啊,音乐啊,它不是白买了汗印 为什么吧,它会在里面假如一定含量的痛 为了增加它的硬度,更便于流通,十一年差 你这个频项啊,还可以 如果补吸原子原味的话,可能会搞一点 因为他老百姓啊,吸医院有可能吸不好 所以说啊,就会造成他一定的奖价 你这个,我能给你鼓到一百多 一百多万? 呃,不是,一百多院,一妹 一块一百多万? 对 你,那你说说,我这个爬盘了 我这,这连我这跟啥主车的费用都不够啊 那你这个,确实,每个医院都是他的市场价 这种数字号啊,确实不达之间 你就是光懂了弄号,像光绪啊,选通啊 也就二三百万一块 那你要多这样说的话 我这投机不成十八米啊,你说这 我这主车费用都压了好几钱 这,这,再加上我这,这个上门耽搁的费用 乖乖,这一算,躲了去了 这听来说啊,老哥,有一件好事 这个确实是真的,也确实可以挡穿甲包穿下去 但是它的实际价值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价值 就一百多,不到一千块钱 整机不到一千块钱 我给你说啊,乍的好事 其实我应该给安地 我作为假的老大呢,咋说呢 我应该让安地,这穿甲包这个东西啊 我感觉给安地比较合适 毕竟我花那么多钱 那是呢 我得让他,我是老大 我这个东西扎说的 我实在乎心啊 这五个都给安地比 明天我给他说说 看看我的这个赖贵的卢费 再讲我的公费啥东西 都给安地比算上头了 都给他说了 那你这不是肯能地比吗 我本来想着你叫的全部都给他了 因为不知道啊 问什么啊,老百姓普通人啊 不知道,我回去我给安爸 给安爸妈说 这可知见啊,不都亲了吗 不都这个事吗 整整整,谢天好就行 谢天好就行 谢谢老爸 没事没事 了解